针对政府准备扩大印刷法令管制权到网络媒体 加上柔佛王储保镖打人案受害者记者会 被马来文和英文主流媒体封杀 前首相署部长在伊伊布拉辛呼吁媒体人团结起来 反对新闻审查 在伊伊布拉辛今天在社交媒体X贴文指出 除了少数新闻媒体 大部分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受害司机黄荣强 在上星期五所召开的记者会 在一致问是谁下达了不报道的指令 他认为常民政府的改革者不该容许如此公然的审查伎俩 黄荣强在上星期五召开记者会 申诉他在警局内遭到警方胁迫策案和解 而当时有一名王氏代表在场 根据当今大马搜寻 中文媒体如新州日报、南洋商报等 都报道了黄荣强记者会的新闻 而马来文和英文主流媒体方面 只有阳光日报报道 Astra Wani也一度报道了黄荣强记者会的新闻 但是至截稿时间 相关新闻已经被撤走 此外在意也以印尼在苏哈多总统倒台后 移除新闻部以确保新闻自由为例 强调撤除审查的必要性 在意指出 常民政府在多媒体法令管控方面越来越严格 内长也考虑将出版法令扩大到数码媒体 因此他呼吁所有媒体必须团结起来 因为昌民政府的攻势必定凶猛无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